大家好 欢迎收看循迹万聊 在我的这个节目留言里边啊 经常有朋友给我留言 说袁老师这个看不看权力的游戏啊 说非常想听您讲一讲这个中世纪的英国历史 我就很纳闷 我那全游不是魔幻剧吗 这个跟中世纪的英国有毛关系 然后呢我就听我们公司啊 一个全游迷同事讲了讲 我就发现了这个作者马丁 这个马老爷子很聪明 他用了一件这个魔幻的外衣 其实是讲了真实的故事 从真实的中世纪欧洲历史中获得的灵感 好多事都是对应的 比如这个剧里边这个长城 马老爷子说呢自己的这个灵感呢 来自于古罗马修的这个哈德良长城 也是为了防御北方蛮族 那么这个哈德良长城啊 就是其实咱们讲啊 说这个长城啊 中国有对吧 中国有 那么全游这个这个距离的长城的灵感 不是来自于中国的长城啊 而来自于英国的长城 另外呢就是韩国也有长城 那么中国修长城防御北方民族 韩国修长城呢是防御弃丹 为了防御弃丹 英国修长城是罗马哈德良皇帝修的这个长城 就是防御北方的这个凯尔特人 就是蛮族入侵 当然只有中国的长城叫做Great War 其他的国家的长城呢只能叫这个 The Long Distance War 就你距离长 长墙 我们是伟大的墙 因为我们确实距离太长了 所以这个长城啊这是确有其事的 就他这个北方哈德良长城是他的原型 然后呢就是全游里面的最重要的一场战争 五王之战 其实里面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英国玫瑰战争的这个影子 影子 这个玫瑰战争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个统治英国的这个时间最长的这个金雀花王朝 那爱德华三世国王的两个后代啊 这个为王位而开战 那红玫瑰为标志的是兰开斯特家族 白玫瑰为标志的是约克家族啊 双方为了争夺英国的王位 前前后后打了三十年 总共呢十六场战役啊 最终 兰开斯特家族分支的都多家族 取得了这个胜利啊 亨利都多 成为国王 取了约克家的闺女为妻 建立起了都多王朝 红白玫瑰 合二为一 战争这才结束 那么在当时的这个英国呀 这个贵族和国王是采意志的关系 各自拥有领地 下一级的领主 向上一级的领主效忠 但是你注意啊 下一级的领主只对上一级领主效忠 是不对领主的领主效忠的 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 我的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这就跟咱中国先秦时代很相似的 你说鲁国的大夫 效忠于谁 效忠于鲁国公使 他不会效忠于周天子 对吧 也是这个道理 我的附庸的附庸 不是我的附庸 那么这样一来 下一级就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 大小贵族各居一方 跟国王呢相互制衡 所以他就不可能有 这个中国历史意义上的那种 绝对的君主专制 而是类自于这个中国先秦时代 天子国王只是天下共主 像那个法国国王的领地被戏称为巴黎岛 就就出政令不出巴黎 结果呢 在整个这个玫瑰战争的过程当中 英国的贵族要两边站队 你是支持红玫瑰呀 你还是支持这个白玫瑰呀 战争结束以后 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几乎同归于尽 仇太大了 几乎就杀光了 大批的旧贵族在互相残杀当中 或者是阵亡 或者是被处决 这么一来 新兴的贵族 你像这个亨利都多 他的这个血脉 跟兰开斯特家族比起来都很疏远 所以和这个亨利都多王朝 他建立都多王朝之后 他就把大量的这个 前朝金雀花王朝的旧贵族就杀光了 更是杀了一批 为什么就是 省着你们说我得位不正 咱们讲过欧洲历史上 他都是 所有的这个王朝都有血缘关系 他就是没有咱们中国这种 就是说必须直系血亲 他没有这个关系 外甥女也可以继位 外甥也可以继位 妻子的外甥也可以继位 只要你跟我有关系 你就有继位的这个资格 所以他这么一来 结果大批的旧贵族被干光 那这个新兴贵族和后来成长起来的城市资产阶级 在战争当中力量增强 成了日后都多王朝的支柱 所以这个恩格斯就讲过这样的话 说英国由于玫瑰战争消灭了上层贵族而统一起来了 这样就为一百年之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就铺平了道路 所以说这个全游这出戏啊 他不完全是这个胡编的 而且这种剧啊拍的真的是水平非常高 我用一个架空的时代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 这样的话没挑 我没有咋儿 你随便来 他就比你什么宰相刘罗锅啊 什么这个什么这个戏说乾隆啊 什么现在什么这延禧攻略 那比这就高五百万倍啊 他这个水平是吧 所以你要想了解这个这个英国中世纪的这个历史 咱们以后呢再还会给大家讲啊 但是呢咱们讲了嘛 他这个玫瑰战争啊 为一百年后英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的 所以在这呢 我也特别欢迎大家听我讲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啊 您可以呢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循迹讲堂APP 下载之后呢就可以订阅了 那特别这个感谢大家